另外Office 365也提供了新增问卷文件 那问卷文件大家可能都了解 我们可以针对某一个事物的想法 进行一些意见的收集 也可以利用Excel把这个问卷完成 它的做法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当我们进入了自己的文件 然后我们当去新增文件 新增好文件之后呢 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选项 我们当刻意要去选这个Excel问卷 因为它要收集很多不同的选项 所以在问卷里面 所以在比较适当的一个配合的App 应该是Excel 所以在这边新增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选择WordExcel Powerpoint 而是选择这个Excel问卷 然后这是简单的制作一个问卷的样式 我们现在做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例如我现在进入了Office 365主页选单 然后接下来在主页选单里面 可以找到OneDrive OneDrive是进入自己的个人云端随声碟 然后在接下来呢 它的这个档案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新增 点选新增之后呢 这边有一堆的App 例如说我可以去新增Word的文件 Excel的回页簿 当然在这个地方可以去新增Excel的问卷 点选Excel问卷之后呢 在这里输入文件的这个名称 制作好之后呢 例如说Office 365打造文件云课程问卷 然后点选确定 在编辑问卷里主要分成几个区块 在此输入问卷标题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标题 输入了标题之后呢 我们点选在此输入第一个问题 然后针对问题内容 例如说输入此课程对您工作的帮助 在选择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选择 例如说是文字啊 或者是是否让别人去选择 那我们这边所使用的是 我希望输入四种不同的选项 所以在这边我选择的方式是选择 然后填入四种 例如说非常有帮助 有帮助 没有帮助 非常没有帮助 然后点选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去继续新增其他问题 这边我就不做了 重点是最后面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共用文件 问卷 然后设定给相关的人 例如说我要给哪些人来去填写这份问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共用文件 共用文件来去让它进行填写 另外我们也可以点选储存和检释来观看问卷的结果 我暂时就先以储存和检释来观看问卷的制作结果 这就是大致上长出的问卷的一个呈现的结果 像例如说他可以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针对这个课程选 例如说非常有帮助 然后最后整个问卷填写完毕之后再点送出 当然是送给制作这个问卷的人 那当然如果说我现在我想要继续去编辑这份问卷 我就可以点选编辑问卷 因为整个完成之后呢 我才会去设计为共用问卷 然后把相关的人加进来 让他可以到时候填写问卷 那我现在暂时就选关闭 以上就是问卷的制作情形 那利用Office 365制作问卷的好处呢 主要就是说我们共用的人员 他会自动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哦 而不是说像Google的问卷 他会产生一个网址 然后这个网址呢 他可以有了这个网址 直接在线上去填写 那我们相关的人员 我们会在指定的时间 收到这封电子邮件 然后才可以进行问卷的填写 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